布拉特听到这个问题,也是拖住下巴沉思了许久 随后他才慎重地回答道,目前看起来还不好说,这两个人的能力都非常优秀 不过非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还是混沌更好一些 孟德斯揪投来问询的眼神,想要知道布拉特这个结论的由来 布拉特说道,根据我们的情报来看,后土与秦岭那块土地之下的古代文明有所接触 从这一回,那名白发少年的现身就可以看出一二 这并不有利于我们之后的行动,而且从能力方面来看 我也更倾向于混沌,他的能力更加自由 而且,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谨慎当中带着一丝丝的疯狂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布拉特微笑道,或许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孟德斯揪沉默了一阵,说道,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毕竟,混沌与我们的黎明四骑士之间还有着很大的矛盾 而且,黎明四骑士的标准不仅仅是实力 我们得继续考量他这个人 布拉特点了点头 您说的是 孟德斯揪提到了黎明四骑士 不由得想到那个鹦鹉不凡的男子 他问道,亚瑟王如今正在做什么 华虚国应该向不列滇尼亚等国都提交了求援信才对 但是圆桌骑士团却没有丝毫动作 这不符合他们一贯的作风 布拉特说道,一个月前,他们就前往亚特兰蒂斯了 据说,他们发现了古代宫殿的遗址即将进入深海第二层区域 孟德斯揪的脸上露出一抹感慨的神色 如果他们能够在第二层海域有所收获 那么难以想象归来之后的他们会有多强 如果说这个星球是一间房子 那么人类就像是寄居在房子里面的蟑螂 我们的生命脆弱无比 却又有着令所有物种畏惧的任性 你可以一次次将我们消灭 但我们总是能够保留下种子 下次再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更加强大 希望不久后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那些人类中出类拔萃的存在 能够挡住负面世间的劫难 孟德斯揪感慨的同时 布拉特打开了手腕上的智能设备 面前顿时浮现出一张巨大的蓝色屏幕 现如今的世界到处都非常不太平 各地要么就是遭遇了不明事件 要么就是在没有区域霸主的地带 开始了连绵的战争 北欧那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为了一些地下遗迹出动了大量的艺人 神圣罗马帝国有重建的迹象 普鲁士最近出现了一个战争狂人 是一位觉醒了强大能力的落榜美术生 就连高卢那边也在蠢蠢欲动 科密特王国东部 一位黑袍艺人打着复兴唯一神的旗号 纠结宗教信众成立了库顿帝国 意图与之分庭抗礼 亚洲中部区域 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 也从历史的尘埃当中被人重新提及 布拉特有条不紊地汇报着 这个世界如今的变动 世界的核心不止一个 华虚国附近的动荡固然引起他人的关注 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 也有作为区域主角而存在的霸者陆续诞生 谱写着各自的辉煌 孟德斯娇的眉头时而皱起 时而舒展 如果可以的话 这些人今后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骑士 为了对抗邪神的走狗 我们需要凝聚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力量 虽然这注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孟德斯娇强调 第二日 张义从睡梦当中醒来 他躺在自家柔软的大床上 身下的床垫柔软到能够让整个人都陷进去 而且还自带了电动按摩功能 非常好用 他看向旁边 周可儿与杨斯娇一左一右地趴在他胸前 睡得安详 他太过疲惫了 所以昨天晚上 两个人非常用心地帮他按摩到大半夜 使他身上每一块紧绷的肌肉都得到了放松 一场生死大战下来 得到这样的放松 对于张义而言也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不然的话 接下来他浑身大概都要酸疼一个星期 张义没有起身 生怕惊醒到他们 只是躺在床上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脑海里面 却是不由自主地思索着 接下来天海市的重建工作 乌鸾帝国毁掉了天海市 不过现在想一想 倒也不算是太大的坏事 毕竟在那之前 天海市的基础设施早就已经废弃 各种气质的楼房也无人居住 天海市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地方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 可以建造一个以庇护所为中心的天海城 张义思索的时候 周可儿与杨斯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陆续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到正认真思索的男人 二人都忍不住笑了 作为女人 在末世之中 能够陪在一个有能力保护他们 并且对他们呵护被制的男人身边 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与张义相处的时间越长 他们就越爱慕这个男人 似乎男人与女人的相处模式总是这样 女人会在一段感情当中愈发地沉沦 相处时间越久 对男人就越是依赖 过去的时候 二人都觉得张义过于冷漠 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可是相处的时间久了 才发现他内心温柔的一面 他只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自己人 却对外人不假辞色罢了 张义 想什么呢 周可尔俏皮地笑着问道 嗯 我在想 想很多东西 张义感慨 虽然乌鸾帝国的入侵被打退了 暂时我们获得了安全 可是我总觉得 以后 我们将面临的麻烦会更多 嗯 这是为什么 杨思雅与周可尔不解地看向张义 张义想到了当初被雷霆劈死的神产朝日神 还有此次现身的冥府守门人与白龙子 微微皱起了眉头 似乎 限制在慢慢地解除 冥府守门人与白龙子现身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展现出来的力量 却堪称毁天灭地 但是那神秘的天法 却没有出现 张义深知 这个世界上 神秘的文明肯定还存在 只是他们还没有出现 或者没有被人类发现 但是那一战 他们肯定也在暗中观望 如果他们发现 这个世界对于他们的约束变弱了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 更多的地下文明开始尝试现身 与人类争夺大地之上的领土 张义不敢去往深处想 但是他总是喜欢做好 应对最糟糕情况的准备 现在仍然不是可以懈怠的时候 正在张义思索的时候 智能系统的声音传来 主人有来自圣经大区孟元君的消息 张义文言 立刻调出了消息 仔细一看 原来是孟元君等各大区的高层 以及联军的负责人要召开会议 商讨此次战后的利益瓜分 其中 主要包括乌鸾族的尸体 武器装备 以及最为重要的伊普西龙及艺人本源 张义想到这件事情 嘴角微微勾起 到时候 朱正这个家伙 要怎么应对呢 那可真是有意思 张义从床上坐起来 正打算穿衣服 周可尔与杨斯亚 却一左一右地拉住他的手臂 你今天不用自己动手了 作为我们的大英雄 让我们来好好服侍你穿衣服 张义笑了笑 耸了耸肩 好吧 两个女人俏皮地帮他穿好了衣服 实际上在家里张义都是穿便服的 但是这种 让心爱的女人 为自己穿衣服的感觉 还是蛮有意思的 张义穿好了衣服 便直接来到一间厕室 然后加入了这场会议 参会的人 都是以三维投影的方式加入 张义一上线 就见到各位老朋友在这里 其中甚至还包括 躺在治疗舱里的李长弓 韩山佐等人 匆匆一瞥 在座的人当中 大多数都受到了不清的伤势 不过这些人里面 没有看到阿列克谢 而是一名福瑞蒙斯的代表前来 阿列克谢受的伤确实最重 而且是内伤 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 一般的治疗手段结束之后 短时间也不会再让其行动 毕竟 不是谁都像张义一样 身边花费大量资源 培养一名队长级的医疗型艺人 不久之后 朱正也上线了 他看到张义之后 朝他投来了微笑 张义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便不再看他 免得到时候 别人清算起来 把自己与他算作一路人 朱正做的事情可不厚道 今天肯定会遭到各大区 与各国代表指责 果然 朱正刚一上线 李长公就率先开口 李长公面色不善地盯着朱正 冷冷地说道 朱帅 这一次 你们江南大区可不到义 藏着一名伊普西龙 直到最后 我们快打赢了 才跑出来摘果子 朱正不慌不忙地说道 李帅 这番话 我可不赞同了 这一战 我们江南大区 出力可是最多的 光是伊普西龙及一人 我们就派出了五位 张义翻了个白眼 李长公更是直接说道 那位二郎神 的确有些发挥 但是混沌那边的三人 你不会将功劳 都揽在你自己身上了吧 玄武也开口说道 即便能为你江南大区 算上混沌的人 可若是你们提前 把那位的存在暴露给我们 也好让我们早做准备 可现在这样 战争快结束了 跑出来摘果子 我们可不能这么轻易地答应 寒山左点了点头 朱帅 你们这么整可不厚道啊 张义此时也开口说道 天海市此次是独立行动 我们与江南大区是合作关系 可并非隶属 朱正听到张义这么直白地说出口 脸色有些微变 张义笑呵呵地 面子工程还是得做好 毕竟打人不打脸 他给朱正私下发过去 一段消息 我们分开来算 就可以得到两份资源 不然如果都算作一处 那么肯定分道的好处也少了 你说是不 朱正也只好笑了笑道 还是你想的周到 可是他总觉得 张义这是打算 要和江南大区划分界限的前兆 毕竟现如今 张义已经语意丰满 手下的艺人也足够强大 资源更是充足 哪怕只占据天海市一城之地 也足以抗衡任何大区及势力 牛顿坐在轮椅上 语气冷淡地说道 你们华虚国内部的资源瓜分 我们并不感兴趣 但是按照之前的协定 我们必须拿走 应属于我们的那一份 牛顿 说到这里 目光瞟向张义 尤其是那名黑主教 及乌鸾族艺人的尸体与本源 我们必须有一份 虽然牛顿等人 没有加入主战场 可是他们派出了两名黑战车 以及一名白战车 是联军当中出力最多的 所以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 毕竟整场战争下来 那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那可是黑主教及艺人啊 而且还是乌鸾族的黑主教遗体 本源 以及其自身的研究价值都极大 说不定带回去尸体 可以研究出生物进化的秘密 上道文也看向张义 混沌 乌鸾族黑主教的尸体与本源 你的确得交出来 由大家划分 张义对于其他资源不太感兴趣 毕竟这一战他的团队收获最大 梁月与花花都得到了一份 价值不菲的本源 至于他 当然得拿乌鸾族黑主教的遗物大头 他靠在沙发上 淡淡地说道 剿灭乌鸾族黑主教这一战 这一点有没有意义 现场众人看了看彼此 黑主教及艺人的实力有多强 他们是能感觉到的 为参战的人不敢开口 而参战的人当中 即便是最嘴硬的李长弓 都没脸否认 后土虽然出力也不少 完成了对黑主教的斩杀 但如果没有张义在前面承担了主要防御 以及最后利用 顿入虚空与爱之死神 重创黑主教 他们能不能活到现在都是问题 所以 众人没有意义 张义再度说道 这一战最终能够赢下来 保住国土 是不是因为我找来的遗骨 才让秦岭之下的强者出手 众人再度陷入了沉默 因为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张义勾起了嘴角 既然这样 那么这一次黑主教的遗体与本源 我占一半 不过分吧